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球王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遇到恐惧,害怕的是 请你第一时间面对它 选择搁置,只会养大恐惧 最近俘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杨子琼 之前在受访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 骑马,如果不小心摔马的话呢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爬起来,骑回去 就不会留下阴影 因为如果你想着说,我就隔几天再去骑 可能当下摔下的时候,想说 可能就是心里有一点点阴影,有点压力 就不敢上去,你就拖着拖着 之后,你就骑不上去了 你就不敢再骑马了 此话一出,我觉得这个简短的人生故事呢 其实就点出了一件事情 就是如何面对恐惧 今天就来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我来分享一间 最近在台湾就是蛮多连锁店的 叫做克美多咖啡 他最近在就是北部越开越多间 他刚进台湾的时候我就吃过了 那最近想说,诶,他的那个热门程度越来越红咯 很多YouTuber网红都有在介绍 那我说,那就是来介绍一下 虽然应该蛮多人已经吃过了 那还是小小的来简介一下说 它是源自于日本名古屋的特色咖啡厅 那主要是提供各式的那种早餐啊 青食啊,炸鸡啊,日式汉堡啊,还有甜点 更不用讲,基本的咖啡厅有的饮料 它都有 而且这种日式咖啡厅它的菜色就是非常的多样 很会做变化 就是你看它整个菜单一摊开来 就是眼花缭乱 那它有分那种大小杯 然后如果你有会员的话还可以遮底价格 那它的品项从早餐一路卖到下午茶 早上的七点半开始营业 营业到晚上的酒店 我今天介绍的这件是位于中山店 就位于中山北路上面 然后位于中山捷运站周早 那像这种就是连锁的 它卖的餐点基本上跟日本就是一模一样 那之前可能就是疫情的关系 无法出国 就是可以去这种店家吃 你就一秒钟就回到日本 它连装潢 每间店的装潢都一模一样 而且我觉得它的特色就是 你看到它外面的招牌 看进去里面 它的那个明亮程度 跟它的所有的家具陈设 就是一个派系 所以你绝对不会认错 那他们家主打的商品呢 有两款 就是很多网红也都很喜欢 像奶油 红豆烤吐司 那另外一款是 冰与火丹麦面包 这两款我都吃过 我本身对他们家的面包 跟这种甜点系列的东西 我觉得都非常的精致 而且它虽然是日系的咖啡厅 但是它没有那种什么日系 就是餐点很小一份 有些那种 不叫指名道姓哦 摩斯的汉堡越来越小 像他们家也有卖一些日式的汉堡 那个份量就让你觉得吃得很爽快 不像其他就是素食店 其实不分日式啦 像麦当劳最近也都缩水 缩得很严重 我觉得可能是原物料的关系 但就是吃这些家味吧这样子 那我觉得克美多有个优点 就是他们早餐跟午餐时段 平日的时候会有一些特餐 特餐就是你点一杯饮料 加90块 它就会给你 就是原本如果你单点一份 比方说就是火腿宝 或是点我刚刚说的那个 红豆奶油吐司 它可能就是给你完整的一整份 但它的这个特餐就是给你半份 那半份其实也是吃得饱 如果人只是想要吃个简单的清食 然后喝个饮料的话 我觉得就是蛮划算 CP值蛮高的 那我个人觉得他们家的 刚说的奶油红豆烤吐司的 红豆非常的香浓 甜而不腻 然后那个吐司是它的灵魂 非常的松软 而且它吐司还有两种选项 你可以超级厚的 或者是呢一般的厚片吐司 就看你喜欢的口感为何 就是整体吃下来你就觉得说 一秒回到日本 然后会让你觉得幸福满满 而且它的座位去的椅子 软店非常的软 就可以在那边办公啊 小读个书 我觉得蛮舒适的 而且它的就是隐蔽性蛮高的 它去移弄小包厢形式 你走进去每一个位置 都是个方形的包厢 所以如果你是跟客户谈事情 或是你去可能想要安静的 打个报告的话 我觉得隐私是蛮OK的 那另外一个热门商品 冰鱼火丹麦面包呢 它在刚进台湾的时候 大家都主推这个商品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 我也是蛮惊艳的 因为它就是有冰淇淋 然后融掉到下面的丹麦面包 而且它随时都会有一些季节 限定的口味 像最近它就推出是炼乳 就觉得下午茶吃起来 就是幸福满满 那就是再次推荐给你 这间叫做客美多咖啡 那相关的资讯呢 我拍影片 有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大家赶快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好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 遇到恐惧害怕的事情 请你第一时间面对它 选择搁置 只会养大恐惧 一就是呢 闪躲忽略恐惧 只会加深跟延长这个痛苦 你看见了一个恐惧 但你假装没看到 或是刻意回避 所谓的恐惧 就是明明你遇到一件事情 它让你压力很大 工作上面 你觉得这个挑战太大了 你要说天哪 这个工作真的很难 我觉得我会失败 或是在感情里面 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 你明明就已经看见它 但你就是选择 诶 鸵鸟心态 假装没看到 短期之内 就是这个工作 这个关系 或是你生活中 遇到的很大的难题 就简而言之 比方说你看到的 这只蟑螂好了 短期之内 你如果当作没看到 你可能 对 当下 你可能说 好 我就装作没看到 你舒缓了内心的压力 避免情绪受影响 但是 长远来说 你不愿面对的这个恐惧 它就是会日日夜夜 丢缠着你 你以为说 我就不想去打这个蟑螂 我很害怕蟑螂 就算了 当作没看到 它跑掉就跑掉吧 我跟你说 它就会重在你心里 你无法忽视它 直到有一天 就是你证实它的存在 你解决它 消灭它 当然像蟑螂这件事情 最终你就是得把它打死 或是它自己跑掉 那如果有些像是恐惧 是像巨高 或是你有洁癖 你就是可能 要学习跟它共处 那在此之前 如果你都选择 就是当作没这回事 或是闪躲这个问题的话呢 这一份忧虑跟痛苦 它不会真正的解除 那只蟑螂 还是存在你的家里 那你心中的那个恐惧 不管是工作上 感情里面遇到的恐惧 它就是一直都在 只是你当作没看到 但是你其实内心知道说 它还在 它就会日日夜夜 不断的提醒你 然后突然就会蹦出来 吓你 那就会不断延长这个恐惧 跟加深这个恐惧 二只有第一点 闪躲 忽略恐惧 只会加深跟延长痛苦 那就遇到它 就解决它 否则你只会永远 就是心中有一块 就是那 它就会潜伏在你内心里面 现在第二点关于说 遇到恐惧害怕的事情 你第一时间面对它 选择搁置 只会放大恐惧 就是二 别浪费时间恐惧 搁置改变不了问题 很多人遇到 让它很恐惧的 不管是人啊 事情啊 或是某一个物品 它就是第一时间 它就是选择说 啊我就是 好害怕 好害怕 我就很恐惧 很恐慌 在这个情境里面 但它很害怕 没有错 但这个状况之下 它只单纯 内心很恐慌 很害怕 但它毫无作为 举个蟑螂这个例子来说 你就看着蟑螂 在那边爬爬爬去 你就是无所作为 你只是一直在恐惧 你只会拉长这个恐惧 它改变不了 你就无法消除 这个恐惧之余是 你应该 要不是打死它 要不是找别人 来帮你做点事情 要不是站在那 继续害怕 那更不用讲 在影剧作品里面 我常举这个例子 你遇到一些杀人魔 很多人就是故事会编弄 遇到杀人魔 第一时间 它就是站在那边发呆 原地发慌 或是遇到一些意外事故 它就是一直沉溺 在那个恐惧里面 它就是完全 没有要做任何反应 那最后面可能就被杀人魔 给杀了 你懂吗 就不找解决方案 那这例子 当然是影剧作品里面 那我们回归现实 现实中 你遇到一些工作出问题 感情出状况 人生遇到一些重大的转变 恐惧已经告诉你说 天哪这件事情 你可能要注意了 你的情绪已经给你一些反应 大脑告诉你说 这件事情 你可能要留意 因为它让你感受到的 情绪反应是很恐慌 让你有点害怕 那这些东西 如果你就是注意到 但是你没有要解决它 你还在花时间 继续地沉溺在 那个负面情绪里面 很担心 很害怕 但是 没有作为 那终究是改变不了结局 也消除不了这个问题的 而这个第二点 别浪费时间 花时间恐惧 然后搁置问题 接下来第二点 关于说 遇到恐惧 害怕的事情 请你第一时间 要面对它 选择搁置 只会养大你的恐惧 就是三 想克服恐惧呢 就请在伤口 还在很痛的时候呢 赶快做 轻创的动作 刚刚杨子琼的那个故事 其实就有点像这个概念 他说 你就是立马 跌下来的时候 你立马再跳回去 当然前提不是像 林志玲这样 你已经受重伤 你还硬要跳回去 前提是你就是 可能没有任何的 身体上面的异样 你可能就是跌下 可能小小擦伤 或许可能也没什么 严重的受伤的时候 你如果此时 赶快地再回到 那个 马上去的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 我很想立刻的克服了 那为什么要在第一时间 去做这个 我刚刚说的伤口轻创的动作呢 它就可以避免 你知道 你放久了这个恐惧 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你就会把这个恐惧给养大了 因为你长期回避 或是忽视这个恐惧 你反而久之后 你自己会去揣测 它有多可怕 或是反而放大了 就是之后去执行的难度 越来越不敢去面对它 所以你想真正地消除 内心的恐惧 所带来的阴影 你就得把握 比方说你最近 就是可能遇到一件事情 它让你很害怕 那个蟑螂 你打第一次 没有打成功 它逃走了 你如果此时就放弃的话 那你就会 让打蟑螂这件事情 就越来越难去执行 但如果你就是 趁身追击 就是立马地 告诉自己说 不行 我今天就要把这个恐惧 给消灭掉 立马就是再 战一回 就是去再打一次 然后这次你成功了 你从此以后 你可能就觉得 很像也没那么好怕的 就也没那么恐慌了 但如果我刚说的 如果你放着 让这个恐惧 慢慢地蔓延 你就会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想说 天哪 它怎么那么会逃 或是它怎么会躲起来 什么这些 你懂吗 所以当恐惧来袭的时候 不要闪躲 也不要视而不见 要留意自己当下的感受 但你不要忽略 这个焦虑 跟这个情绪 想提醒你的事情 它是想提 你要害怕跟恐惧这件事情 它是在提醒你 你要去注意 眼下的这个问题 或是眼下这个状况 它是在提醒 而不是要恐吓你 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有时候 你可能要趁早 或是趁着 你现在可能刚失败 没多久 但你如果现在去做 就是反扑的动作 或是再去挑战一次 那个难度没有很高 但是如果你放久了 它变成你内心的一个结 跟一个坎 你就很难再去解决它 而这有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 遇到恐惧害怕的事情 请你第一时间 面对它 选择搁置 只会放大恐惧 就是四 大多数的恐惧呢 往往是 自己吓自己 当恐惧陷中的时候呢 你如果可以把握 第一时间看到它 就消灭它 那不会放太久 你就不会想太多 如果放久了 就像刚刚讲的 一旦你让这个恐惧 就是视而不见 或是你假装没看到 它就会躲在暗处 慢慢的越变越大 你知道 它就变成自己吓自己 你就会把那个情况 推估到很糟的状况去 举例来说 刚刚那只蟑螂 你打第一次没打到 你就死就放弃了 那你就开始幻想说 天哪 它晚上会不会偷偷跑出来 然后爬到床上去 或者是 你看到一些恐怖的新闻 什么 它会钻到你的耳朵 什么鬼的 你知道越想越恐惧 但如果你第一时间 就是坚定的把它消灭 你后面这些 所谓的 自己在那边揣测 多想 它就是多虑的 你就完全不用 再想到那个层面去了 所以当你遇到一个 恐惧来袭的时候呢 你就是请告诉自己 越快解决它越好 因为你知道 越放着它不管 你就只会越吓自己 结局 往往很多时候 你想的最糟的结局 往往大多不会发生 你看到你工作上 遇到的 你自己每次想说 天哪 我这一次这个案子 一定不会成功 最后没有可能 因此就是大跌交 然后可能甚至被资减 然后可能会被骂 就后来发生 影响也都没发生到 这么残局 关系里面也是 很多时候 你就会自己吓自己 然后说 天哪 我既然这个状况 是不是之后要分手了 或之后 是不是要怎么样了 但其实后面 没有到 你想的那么糟的情况 往往都是 你自己想太多 或是你当那个坏念头 驱使你 就是一路的往 那个负面的地方去转 所以就告诉自己 遇到恐惧 直接正面迎战 不然的话 你有可能会越想 越负面 就是自己 吓自己 接下来第五 我关于说 遇到恐惧 害怕的事情 请你第一时间 面对它 选择 搁置 只会养大恐惧 就是五 恐惧是一种 防卫的机制 但是 你也可以把它看作 你的突破点 就当恐惧来袭的时候呢 如果你可以学会 把这个恐惧 转念 转念成一个正向 的人生挑战 而不是负面的人生 折磨跟磨难的话呢 你选择 克服了眼下这个 害怕或是恐惧的话呢 它就会成为你人生的一种 自我突破 只要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新的技能 举例 这个例子真的讲太多次 就是打蟑螂这一次 你如果真的就克服了这个恐惧 你就获得了一个 说很像 我就没有那么害怕 蟑螂很像也没那么恐怖 我是可以就消灭它的 那在内心的那个抗压性 也会升等 那刚刚讲的是 真的是生活这种烂时 那工作上也是 如果你克服了某一个 想说天哪 我excel表就是很烂 或是我就是很不会 presentation 我很不会报告 但你只要克服过一次 后面的人生就觉得说 很像也没有这么难 我上次已经顺利地度过了 所以有恐惧感 就是用内心的防卫机制 它只在提醒你说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 很像有点难 很像有点困难 很像有一点就是压力 但如果你就是把它视为说 它是在告诉我 在提醒我 就是这件事情要注意而已 但如果我用个 比较正向的态度来面对它 我把它当成是一个 人生的挑战 我才顺利地度过了 我就可以升等了 所以面对恐惧 你可以选择散躲 或是可以选择 就是忽视它 当作没看到 但我跟你说 躲得过一时 躲不过一世 就像那一只蟑螂一样 它永远就会在你心里 那个阴暗的角落 有一天如果你就是 不注意的时候 它又会窜出头 那直到有一天 你真的把它消灭掉 它才能够真的 从你人生中不见 所以与其闪躲 与其真的就是 搁置不管 倒不如就正面迎战吧 倒不如就是你要 你输了也就输了 至少你告诉自己说 我尝试过了 不要把它留在你的身边 夜长梦多 而这就是第五点 好啦 那就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五点关于说 遇到恐惧 害怕的事情 请你第一时间 面对它 选择搁置 只会养大你的恐惧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听完这集 你是否觉得 诶 真的蛮实用的 赶快推荐给你身边 那个有需要的朋友 请他听起来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 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上Spotify 或是上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过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说真的 赶快去按下 五星的评价 不用抖内 按个五星 那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